蔡委員我們看到這次的Asian峰會召開 印尼的媒體有報導說其實呢 印尼為了避免跟中國對抗 就忽略了南海議題 在東協峰會當中沒有提及南海的局勢 而且東協峰會聯合聲明 也只重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根本都沒有提到爭議性的 中國新版地圖 所以這個 亞加達郵報應該是在吐槽 他們的總統走柯威吧 因為這一次印尼是主辦國 有什麼好顧忌中國的 有兩個問題要面對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中國新地圖不新地圖 跟你東協國家的峰會有什麼關係 你們討論的是 不是你們國家的問題 或者是跟中國其他國家的關係 這個中國新地圖 大家發表發表意見 都知道這個是一個 沒事找事做講的 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因為什麼 你不開心 你這個菲律賓把這個 什麼忍耐礁 跨到你的領土範圍裡面去 中國也只是抗議一下 而也不會有什麼事啊 這個東西沒什麼好爭論的東西嘛 爭論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問題 所以納入裡面討論 那不是自己找麻煩嗎 所以省事他就當然不會納入 第二個有關於南海問題 南海問題不是都把這個 南海行為準則談得差不多了嗎 要談也是談南海行為準則嘛 那你談南海行為準則的話 有一個美國人跟兩支美國的走狗在現場啊 美國人就是賀錦麗代表啊 然後美國的走狗就是日本跟韓國啊 那你在現場要跟他翻臉嗎 他也不是域內國家有什麼好談 他自己關係滿談就可以了 所以南海問題在那邊談有什麼意義呢 也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因為這個無關人等在現場嘛 對 所以我覺得亞加達郵報是在吐掃他們總統的啦 他們走開開心這兩天開心的不得了啊 為什麼亞萬高鐵開幕 他整天在宣傳說東南亞第一條高鐵 你看多威啊對不對 第二個你看還叫大家上去坐在那邊 坐一段時間給大家看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是想說我當總統這麼了不起的政績 像一樣啊台灣 那我們動不動談台灣的高速公路 第一個想到就是蔣經國 談台積電也想到蔣經國 那哪一個總統不想要留下這種工業 所以以後印尼人只要搭高鐵想到走狗威啊對不對 是不過這個賴老師其實你之前就有提到過就是說 這次呢其實Asia峰會 他就是不會去碰觸像是南海這樣的議題嘛 那現在的確他沒有 他的確是忽略掉這個南海的議題 也沒有去觸及引發正義中國心滿病地圖 可是賀錦麗是代表耶 美國的賀錦麗他畢竟還是個副總統耶 他沒有發聲嗎 沒有表態嗎 或者是沒有在那裡主張些美國的立場嗎 怎麼反而覺得這一次賀錦麗在東協峰會 好像很安靜喔 連他的新聞都很少 我覺得第一個印尼 因為他是主辦方 整個議程程序 他有相當大程度的主導地位 我覺得印尼還有東協的國家 對於美國非常的不開心 嚴格上來講是生氣了 他們覺得拜登在耍東協 去年需要東協的時候 連環帶騙的帶鞋破 把他們拉到華盛頓 拍了一張全家福大合照 那今年不需要了就丟在垃圾桶 派一個毫無私權的 因為美國的副總統 他的權力來自於總統的授 特朗普就是川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不太喜歡搞外交 所以他的外交很大一部分 就授權給彭斯 彭斯就比較有權力 但是拜登很喜歡搞外交 所以事實上賀錦麗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虛位的 沒有什麼視權 那你找一個既無決策權 也無影響力 然後在白宮的團隊中 沒有主要的分量的一個 副總統來出席他們的會 你想想看 對於這個東協來說的話 坦白說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賀錦麗的新聞 除了按照規格給他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 對於他所表達的意見 對於美國人的想法 都不是很重視 所以新聞燈的也都不多 版面也都不大 甚至他的論點在於什麼 也都不關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本來美國就一直希望 把南海的議題成為 這一次東協峰會中的 主要的議題 是 所以美國那時候 聯合菲律賓一直在鬧事 對 然後甚至搞很多的軍演 對 然後一直要把南海的問題 搞得沸沸揚揚的 對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印尼不是這樣講 印尼是我們在強調 印尼是主辦方 是 印尼就已經多次的強調 我們南海的這一次的 東協的峰會 我們要解決的是經濟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還是經濟的問題 所以你看當李強去的時候 美聯社也在挑撥 說中國大陸習近平 也瞧不起東協 沒有 因為過去就是 總理出席 而不是國家主席 那總理出席的話 東協知道 中國的規格沒有變 而且李強很有誠意 對 很早就到 然後待了四天 而且呢 也搭了這個 那個搖岸高鐵 而且也有很多的合作方案 各位想想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那麼對 印尼來說 當然把南海的議題 就擺在一邊了 對啊 所以現在賀錦麗 原來這個沒有什麼新聞的話呢 這個 可能這個 因為跟印尼主辦方態度是有關的 那但是呢 這個楊老師 賀錦麗這個新聞 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今天可是站進了版面了 是什麼呢 他在出席東盟峰會 有告訴美聯社的記者 說什麼呢 如果總統拜登 因為健康跟年齡的問題 沒有辦法繼續執政 他已經準備好旅行憲法賦予的職責 接任總統職務了耶 他說意思就是什麼 記者問他你準備好了嗎 他直接告訴你說yes 但是他是不是因為講完了以後 他覺得有一點不太好 怪怪的 所以後來他說 拜登狀態很好 所以這不會成為現實 但我們也要明白 每一位副總統都明白 當他們宣誓的時候就要很清楚 自己有可能接受總統職務 我也不例外 哇這個表態可清楚了 老師怎麼看賀錦麗 他真的博得了版面 他手上一定有一份報告 什麼報告 這個報告 他的老闆 美國總統拜登的健康狀況報告 是 一定大部分都不錯了 但是呢 你如果對比 因為每一年他要做報告 那甚至 我覺得拜登可能甚至 每半年 那都會有一個完整的這個檢查 那告訴美國人民 這個總統現在還試冷 這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可是呢 拜登從上任開始 他的報告 他的健康就是被大家質疑的 然後越來越多的問題 最近那個誰 Michelle 對不對 講話的時候停下來 第一次停5秒鐘 第二次接受媒體訪問 他停了30秒鐘 就凍結在那邊 其實人家不敢去碰他 因為擔心這個一碰會影響他 會影響到他的身體狀況 30秒鐘他回來了 回神了 這個太誇張了 他82歲 拜登呢 也比他年輕一兩歲而已 對不對 連媒體都幫他數好了 拜登連任 做完第二任期的時候 那已經是86歲了 對 所以呢 我是覺得 這也是美國的政治文化 副總統的的確確是有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當媒體直接問的時候 他也直接答 沒有問題 那可是呢 我覺得 他也清楚的知道 拜登的身體狀況 現在是媒體 以及全世界都關注的 那他的身體的狀況 不是單純說他能認識或不能認識 我覺得已經影響到他的判斷 你不覺得嗎 是啊 對不對 舉例而言 日本那個核廢水 其實就是這個岸田政府的 錯誤的決策的判斷 然後拜登現在有多少 他的身體狀況 最後他能夠判斷 你看他底下那幾個 官員部會的首長 從雷蒙多到 都已經都是政客型的 那那個麥卡錫也是政客型的 所以呢 我現在是很擔心 在他不能認識 之前的健康狀況 與日據這個惡化的時候呢 在賀錦麗能夠去接總統位置 之前的時候 整個這個國家的政策 已經亂掉了 對不對 那等他上來的時候啊 我覺得已經是一團爛攤子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 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異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坐在車裡 請坐在車上 上就坐在車上 學什麼 也許 很高